今天我国西北地区海拔最高的风电厂 乌恰风电厂首批机组 在新疆克兹勒苏科尔克兹自治州正式投运 这是我国最西端的风电厂 它的投运标志着我国在高海拔地区风能开发上取得突破 这里是位于平均海拔3100米的乌恰风电厂 随着直径达195米的巨大越轮缓缓转动 我国目前西北地区海拔最高的风电厂的首批机组正式投运 这批机组的投运每年可以发2.7亿度电 与当地带来清洁能源的同时 也为我国建设高海拔低分速的风电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乌恰风电厂坐落于帕米尔高原 风机安装高度在海拔2800米到3300米之间 首批投运了20台风机 项目总共将建设38台风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达20万千瓦 项目计划于年底前全部投产 投产后年发电量约5.4亿度 和满足约3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 进一步优化了当地的能源结构 乌恰风电厂地处帕米尔高原 属于高海拔山地风电厂 与普通山地风电厂相比 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那么这些大风车在此极端环境下 是如何保持安全运行的呢 在离风长几公里外的叶片堆放场 记者看到几十个巨大的叶片摆放在这里 从河北制作好的叶片 经过几千公里的运输 在吊庄前会在这里进行检查和维护 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呢 是这个接近一百米长的叶片 我们看不见的在叶片的表面上 还设计了不到一毫米厚的防紫外线的涂层 如果没有这个涂层结构 叶片会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生脆性老化 一般来说 气候环境中温度 湿度 延雾 低气压 大风 雷电等环境因素 对风力发电设备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小丹告诉记者 乌洽风电厂所在地全年紫外线强烈 冬季长达六个月 最低气温超过零下50摄氏度 为了更好地适应海拔高 山地多 空气稀薄 雷电频繁等因素 项目团队对风机的绝缘材料和结构进行了加强和完善 这些裸露在叶片表面的金属点 是我们叶片的防雷接闪的位置 这些接闪位置的布局 是我们根据项目当地的雷电的情况 和我们办公室的仿真做出的布局设计 以保证我们叶片在高速旋转下 还能有效地接受雷电流 防止叶片遭受雷电的损伤 同时 针对当地气候干燥 风沙大 震风频繁的气候特点 设备厂家将风机设备的连接密封部位进行了升级 还在风机两侧专门设计了鱼鳍一样的装置 确保实现设备长期可靠稳定运行 两侧像鱼鳍一样的装置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机舱内空气流动 降低机组温度 提高散热的效能 内部加装滤网 降低内部的风沙 同时两侧鱼鳍顾名思义 会保持机组的平稳的运行 乌恰风电厂针对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 做了多项技术创新 由于风电厂所在位置远离人口密集区 风电厂按照无人职守运行方式进行了设计 实现在控制室内 实时掌握整个风电厂的运行情况 在主控室记者看到 风电厂负责人正通过远程对讲系统 和风机上的工作人员进行视频通话 风电机组设备总共配备了400多颗高清摄像头 这些高清摄像头的作用是保证我们的设备远程可见 保证我们所有的工作面也是远程可见 就对以后我们的安全管理 还有设备的远程巡视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瞿翘刚告诉记者 现场的每台风机全身还遍布着各类不同功能的传感器 可在线实时查看设备运行数据 在线震动数据 视频数据等 风机运行过程中 这些数据实时传入数字化监控平台 平台根据数据建立故障预警模型 实现告警变预警 被动检修向预知维护转变 这里就是我们的风电机组的后台控制了 我们单台风机有1716个数据测点 全场加起来大约有65000个数据测点 这些数据通过后台的处理分析 能实现我们风电厂的实时监控和自动控制 我们的风电机组护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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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车